120. 北京青年報 多小新增貸款流向了股市 2015年7月15日每日評論 A.02今日社評本報特約評論員 隨著股市行情回升 一些場外配置公司也從新活躍起來 有關方面應當吸取上半年新增貸款流入股市的教訓 嚴格擺控下半年新增貸款的流向 堅決防止銀行為配置公司提供資金 依法打擊配置公司高槓桿融資 嚴禁企業將銀行貸款間接投入股市和配置公司 兩行昨天公布的2015年上半年金融統計數據報告顯示 6月末 我國廣義貨幣 議員額133.34萬億元 同比增長11.8% 上半年人民幣貸款增加6.56萬億元 比去年同期多增5371億元 相關報導見A.14版 在穩增長的需要下 適度調整信貸政策 擴大貸款供應量 以支持經濟特別是實體經濟發展 是完全必要的 但這有一個前提 就是貸款應當有效投向經濟增長最需要的方面 能夠對穩增長起到積極作用 且不及未來發展留下太多隱患 否則 補充的流動性會成為經濟的隱運和企業的負擔 更有可能在經濟報入復甦通道後 成為通貨膨脹的導火索 縱觀今年上半年的經濟金融形勢 特別是證券市場的大起大落 上半年新增6.56萬億元貸款 相當於小年全年的貸款總量 這些新增貸款都流向了那裡 有多少是流向了股市呢? 這是一個值得追問的問題 從近期股市發現的問題來看 場外配資是造成股市劇力震盪的一個重要方面 特別是超越股市承受能力的配置 更讓市場風險快速積聚 對此後的穩定股市舉措也產生了不利的影響 股市每天的成交量快速增長 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出現了令交易所爆表的現象 除了新開戶數快速增長 銀行存款搬家、機構家大投資力度 以及小量外資流入股市之外 最主要的還是銀行資金的大量進入 其中不僅有場外配資 或有企業資金 雖然企業進入股市的資金 不一定直接表現為貸款資金進入 而是以企業自有資金的方式 但是 對那些原本貸款規模就較大的企業來說 自有資金與貸款已經完全分辨不出 這也意味著 只要是企業在此輪震盪中增加資金投入炒股 就可以認定是銀行資金進入到股市了 那些實施場外配資的企業、公司 其資金相當一部分也是來自銀行 或由其他企業通過貸款進入到配資公司 不僅如此 一些銀行還專門設立了為投資者炒股 打新等需要的專項貸款 並以消費貸款、專項貸款等名義出現 在股市震盪發生後 曾有分析認為 可能是國外機構在做空中國股市 在有關方面宣布者一推測不成立後 又認為是一些民營資本在聯手做空股市 後來發現該結論也不成立 到最後才認定是股市期貨再做空股市 即便如此 如果不是股市泡沫生成 不是大量銀行資金流入到股市 不是配資公司等的高槓桿資金 股市怎麽可能出現如此嚴重的震動呢? 近期 為了盡快穩定市場 避免風險爆發 也為了減少投資者損失 兩行級淨金公司發放了無限額信用家 其中僅支持公務基金的資金就投放出 二千多億元 雖然這些行為是發生在七月份 與上半年新增銀行貸款沒有關係 但也從一個側面說明 上半年流入股市的銀行資金已經相當可觀 也相當令人擔憂了 銀行資金炒股本市違規行為 大量銀行資金既然進入了股市 就需要找出路退出股市 除了少量平倉資金之外 更多的資金都要在未來一段時間從股市退出 包括近期為穩定股市而進入的資金 也不可永遠停留在股市上 而且又可能對股市形成一定的威脅 選擇怎樣的方式退出 尤其是以配資方式進入股市的資金如何退出 是非常複雜的事 隨著股市行情回升 一些場外配資公司也從新活躍起來 隨時準備衝向市場 有關方面應當吸取上半年新增貸款流入股市的教訓 從股市健康發展的大局出發 配合證券監管機構 掌握好場外配資公司的動向 嚴格控制場外配資公司為投資者高槓桿配債 同時嚴格擺控下半年新增貸款的流向 堅決防止銀行為配資公司提供資金 依法打擊配資公司高槓桿融資 嚴禁企業將銀行貸款間接投入股市和配資公司 這些都是需要高度重視和解決的問題 並且為主要能建作派展進行為 來副市場的公司 不會有機會 想要的 麻煩 要求 明穆